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今天那个 吉尼斯那个什么鬼屋已经关门了 我觉得这就是天意 因为他们怕 可能我进去我就死在里面出不来 毕竟我是个军人 是不是 这点气势我还是要有 没错 看到这气势 当大家都以为当了军人以后 什么都不怕的涛涛 可以成功挑战自己的时候 从鬼屋出来的他 还是没能摆脱恐怖的阴影 立马认所 觉得自己很不是男人 但尼利涛永远还是那个自信的涛 他表示完美的人都是有弱点的 我从鬼屋出来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放直播了 我靠你 我手到现在还在抖 我连这个都受不了 我真的很 我觉得我很不是个男人 只有在这一方面 其他方面不是 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挑战不了 我自己的这个弱点 但没办法 是不是 像我这么完美的人 没有点弱点 没有点缺点 能行吗 我太完美了 别人还怎么 是不是来学我 没法学 黄紫涛就是难超越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 有这样一个弱点 大家就可以来跟我拼一下 明白吗 看来 智儿者莫如父 虽然挑战鬼屋失败 但不得不说 涛涛的这个直播 全程都是笑点 变成超级赛亚人的他 不仅怼老爸 怼同伴 就连自己也怼 我太胖了 我不想变了 我脸好圆啊 跟我小猪一样 直播中 涛涛还遇到日本粉丝追车 乱心的他 立刻让司机停下来 给他们签名记长 随后 还一起喊了谁怕 涛涛也是感动泪沫 芒果老新闻 这样可爱的爱豆 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